大家好,我是Mr. Munzo 今天會來講S4的Mastering Mathematics Exercise 9b Question 26 先處理了sin180度加θ 首先逆時針走180度加θ 逆時針是正方向走 先走90度,再走90度,再走180度 再走θ,全程走180度加θ 銳角在第三個象限產生,Size是負 銳角記得由中邊Terminal Size和X Exit夾出來 至於第二個三角比 就是Size270度加θ 看看怎樣走 270度,一隻直角,兩隻直角,三隻直角 就是3,9,27,270度 走到一隻θ 就照樣畫下去,不過銳角就重要了 銳角是怎樣產生的 是由X軸和Terminal Size 就是中邊夾出來 好,我們銳角決定是90度減θ Size在象限4就是負 結果Size270度加θ 就會等於負Size90度減θ 至於第三個比 就是Cosize180度減θ 我們看回這幅圖 這個可能真的要多一點時間去操一操 180度減θ,再加一隻θ 就是平線180度 我唯有這樣記 結果就是Cosize180度減θ 由於銳角出了,就是θ 而cos象限2是負的 我就說等於負cosθ 把三個比都搬到主式 首先要留意 這個叫Size2次180度加θ 即是怎樣? 即是說 整隻Size180度加θ 就是二次的 整隻 我們把Size180度加θ 轉為負Sizeθ 待會負負會得正因為二次 後面就要再轉多轉 因為有Size90度減θ 但二項其實都有兩件事 除了Size90度減θ 會轉為cosθ 即是我們用儒角的不等式 complementary angle 第二件事 就是本身是兩個負數相成 負負得正 所以最後第二項 整項就是正 最後答案當然是非常明顯 因為是Size2次θ 加以cos2次θ 我們就等於1 就是basic那一條 那又說說完了 好,做一個小總結 記得,處理這些繁複的題目 我們都是依賴滑圖 比較安全 OK 滑圖只有兩個目的 第一 決定三個比的正負 它象限幾 那你就根據那三個不同的比的特性 去決定它的正負 第二 就是決定那隻銳角 未必每一頓都會是θ 有時候會是90度減θ 不過我們決定了 裔角就不要動 因為免得你 再運用行等式的時候 那些的正負會撈亂 如果你是中秦的一個法則 做這些數目 基本上是斬瓜銀節賽 多謝大家,拜拜